一人谢依林结婚后 育儿一子一女 不时会透过社群平台分享育儿生活 并且她发文透露女儿生病在家休息 儿子健壮就开始装病 称自己肚子有点痛 让谢依林忍不住笑亏 儿子零秒入戏的绝活 绝对是继承自己的基因 然谢依林没有当场质问儿子为何要说谎 而是耐心的与她沟通 并表示自己小时候也会假装不舒服逃避上学 今天她告诉儿子还是要去上课 不然妈妈就没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了 谢依林认为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问孩子说谎的原因 而是要鼓励小孩的诚实 因为如果孩子承认了错误 长辈还继续训斥的话 小孩发现无论如何都会被骂 就会不断的说谎 太强调家长一定要以声作则 从自己开始做个诚实的人 比训斥有用多了 温柔的育儿方式或者往我们大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